好的主播从以色列军方释出的最新影像中可以看到 镜头前的圣战组织冰工厂瞬间爆炸 火光浓烟直冲天际 以色列军方持续扫荡哈马斯 根据情资锁定这间距离加萨土耳其巴勒斯坦医院不远的冰工厂 并在工厂内找到包括火箭无人机在内的零件和武器 连日遭轰炸的哈马斯也释出新影片 曝光狙击手与以色列士兵交战画面 不过针对以色列军方指控哈马斯利用西法医院当掩护 哈马斯则反驳是带受伤人质去就医 以巴从地面交战到口水战情报战全面开打 这场冲突短期内恐怕还看不到停森店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